本期话题 同房过为什么精子会流出来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我们在同房的过程当中 首先来说呢 我们因为这个插入 插入来说 双方那么有一个零与肉的交融 有一种很愉悦的一个过程 愉悦过程达到顶峰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射精 射精的话 我们主要来说 都是我们这个尿道球海绵体肌 作物海绵体肌 那么经过骨骼肌的破出 那么一个收缩过程 可能我们基本上来说呢 我们精液就主要的就喷射出来 喷射出来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喷射出来 可能我们喷射出来 95%甚至99% 我们每一次不能把它保证 百分之百的都把它破出 所以说呢 经常我们在 在这个破出之后 可能我们还会有少量的精液 能够经尿到外口流出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生理现象 所以说这个来说呢 没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 为什么那就是本身 它就是一个生理的过程 还有一些病人 比如说我们叫 临床叫做射精无力 射精无力 因为比如说像盆底肌肉功能紊乱 包括我们说有些前列腺炎 或者有些性功能在造成我们内分泌的功能紊乱 这时候经常会造成我们射精无力 当然我们射精无力的话 当然也影响你每一次破出的精液的量 那么这些人可能更容易感觉到 我已经有射精了 但是我的射精呢 就是可能就是射精以后呢 还会有这个精液流出 那这种射精无力的话 我们还是要找原因呢 比如说我们盆底神经肌肉功能紊乱 那大多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我们纠正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 那有些比如说有性功能在 或者前列腺炎 我们该进行治疗进行治疗 那么的话通过这样一个机器治疗 我们也是可以恢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